这可能自己去找一下 网路上才太多这种的 那在哪边可以找到 就在我们之前讲过的就是那个 你可以到python的官网上面 然后找一下 或者你可以到那个官网上面 搜寻那个 就是 比如我们找那个python python官网 然后你就如果要找这个东西的话 就到pypi这个 ok然后呢 找一下 pytube tube一样 前面多一个py python ok然后 tube这一个 然后按搜寻 它这个最新的版本是9.51 ok 那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 它会教你什么呢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如何install它 其实就是 pipe install 然后pytube 特别说 它这边还有很贴心的 按一下它就复制到 那个什么呢 剪贴铺 所以每一个package都有 所以你想要注意一下 一复制那个 然后呢 安装一下 我讲过 如果你的环境太复杂 你前面 pyinstall 前面加一个python 1-m 有没有 就多一个手动安装的步骤 就把它安装进来了 那第二步怎么去做 这边的话呢 它有一个叙述 它说你就是下载的话 就这一行就可以了 就是给我一个什么呢 给我一个youtube的连结 所以特别说 我们刚刚已经有抓到 那个youtube连结 你就把它摆在这边 那你测试的时候 你可以先测试其中一个 然后就把它做底下 最后就download就可以了 反正照着这个sample 它就可以帮你把一个 如果你要很多个 你就跑个回圈嘛 把我们下载的那个字串丢丢丢 然后它每跑一个就下载一个 每跑一个就下载一个 那底下的话还有什么 你可以设定一些什么 你要抓的副档名mp4 然后相关的设定 你可以再看一下底下的说明 这边有很多啦 还有什么 你的那个res就是你的那个 应该是你的那个解析度 你的解析度要多高 是720呢 还是1080等等的 也可以再自己去做调整 那每秒几个画格 等等啦 今天我想自己再去稍微了解一下 如果你不想管 你就用预设的 我自己的预设 它就直接当作mp4的档案 就OK了 但是这个好像之前本来OK的 后来好像又有点不OK 因为毕竟这也是自有软体 没有付任何办法 他好像有 后来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解决啦 如果你想知道说这个如果有错误的话 你可以从他这边有一个叫PackageLink 的一个home page 就这个创作者他会在这里面好像把它丢到 那个GitHub里面 然后呢 这边有个issues 就是他里面只要有发生相关的错误 他会在这边说明一下 比如说他这边好像有一些错误 那怎么去update 这边有一些讨论 你也可以到里面去稍微查一下 比如说要怎么修改等等的 里面有时候都会把可能发生的错误在这边讨论区 让你知道怎么一回事 或甚至如果你发生错误 你也可以把你的那个错误讯息丢在这边 然后请那个就是设计者 他有时候会就直接回应你 为什么会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的 也可以做互动 所以每个Package 背后都会有一个算是创作者 这个创作者也会提供一个跟你联系的方式 你可以问他问题 或者怎么样的 反正 当然他也不保证说这个一定能够用 或一定 怎么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自由软体 其他如果说你要找 你可以找什么 找关键字找YouTube吧 或者YouTube download 一堆 但是问题就是说 其实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要有人去try他 哪一个怎么用 OK 可能要花一点 其实也不难 反正就照着做 可以就留下 不可以就剔除 就这样子 因为里面实在太多了 这个Package的数量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这个总数的话 总共目前可以得到是100多万个 其实Package 这个 他的专案里面总共会有19万多个的专案数量 所以其实 你现在很缺的就是有没有人特别帮你整理 有没有 哪一类 哪一些Package可以做什么用途 然后最好是有人就把它测试过 然后告诉你结果就好 应该以后会有这种书籍 直接告诉你 你如果要解决什么问题 用哪一个Package就好了 其中我哪一个都试过了 你就不用再走远忘路 不然的话每个大概都要19万个 每个都要试过一轮的话 太浪费时间了 其实 但也不困难啦 反正就是照着做嘛 你一定要install那个Package 然后再看他的 Sample Code 然后稍微Run一下 有问题的话 自己再稍微解决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关就是下一个范例 所以这边我有把那个如何下载YouTube的Sample放在这边 那怎么去操作等等的 因为你们可以自己玩玩看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下载那个什么 Yahoo 所以我们就换另外一个也是很大的一个网站 本来之前是台湾最大的那个搜寻引擎 Google之前买Yahoo 可是Yahoo后来不争气 现在已经慢慢越来越小人用它了 OK 那其实Yahoo之前呢 其实应该还有个叫什么 番属藤吧 Yahoo之前还有个番属藤 如果点头的话 表示你有点年纪了 你才会知道番属藤这个东西 因为番属藤至少二十年了吧 表示你那时候应该不迟吧 没有啦 差不多二十几年前 对对差不多也九几 二十左右啦 所以等于是如果你那时候是学生的话 你现在应该有四十岁了吧 对差不多了 OK 好 更不要说豆豉啦 豆豉可能有三十 所以豆豉如果很熟的 表示你应该有五十岁了 OK 因为豆豉嘛 以前就是黑白的画面嘛 对不对 以前都要敲键盘 以前还没有滑鼠耶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很妙 我那时候 以前我的主管 他都不喜欢用滑鼠耶 我说你有滑鼠你为什么不用 他说我就习惯用键盘 他一直敲敲敲敲敲 他说点一下不就好了 但是他就习惯打嘛 他就是把豆豉 明明Windows里面 已经有可以让一点 但是因为他已经使用习惯 就是习惯用键盘了 突然多一个滑鼠 所以他反而不知道该怎么用 OK 所以有些时候老一辈的人 就是他有一些使用习惯 你要叫他改 真的还改不掉 因为他就是习惯问题 但是是好是坏很难说 只是说一种习惯动作 但是我比较 我是比较是能够顺应潮流的 只要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我一律把它改成新的 新的 不是因为你如果不改的话 你很快就被淘汰了 很多东西是老兵不死的 只是凋零 他不会慢慢 他不会不见 但只是他会越来越不被看到 所以像以前的报纸 谁看报纸 就像谁还听广播 以前我们的年代 晚上我们睡觉就听广播 听到睡早了 如果你的认同表示你有点年纪 你有点年纪 你有点年纪 有啊 以前我们不就是这样子吗 就收音机打开 然后晚上就不关了 因为也感觉 对啊 就习惯了 听睡 然后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以前要报导什么棒球比赛 篮球比赛 也是一样 因为不舍得睡嘛 很像他一定都是 在国外比赛的话 也是那种 就是有时差问题 等等 现在当然都是网络之外 所以现在年轻人都YouTube 所以很多我发现 很多那个YouTube上面 如果你没有听过 那些 比如那些人 有YouTube 目前订阅人是第一高的 叫那些人 是吧 那些人吗 那群人嘛 那群人 如果你没看过他们影片的话 那表示你有代勾了 回去的话 像有一些 我之前讲的博恩 我也蛮喜欢看博恩的 我发现有很多人不知道博恩是谁 博恩是谁 有听过吗? 年轻人应该都知道博恩吧 年轻人来点头 他也被下架了 可是不知道有没有 我还蛮关心的 我最近真的没有看到他影片有更新 下架了 可是不可能吧 他自己创一个频道就好了 对啊 他可以再去 他知名度够高啊 他又没有差 但YouTuber不是 不是 他公司 他公司如果找另外一个还是不同 可是他如果另外再去找一家公司合作 他又可以再东山再起啊 谁把谁下架都不知道 就像说你老板把你file 还是你把老板file 这很难说吧 不过前提是你要有够分量 如果你没有那个分量 那你可能就是真的被file 但如果你有一定的分量 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是觉得博恩的知名度是够好 够高 那剩下来就是他要需要有遇到博乐 可能还要另外一家公司 你帮我下架 那没关系 我另外再找一家公司 我合作一下 我又可以 反正喜欢他的人 绝对比喜欢他那家公司的人还多 所以他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还蛮希望他也来的时候出一些影片 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他的幽默 是属于年轻人幽默 我是蛮认同的 因为我蛮年轻的 像这种东西 所以YouTube也是一样 所以YouTube慢慢也正在改变 那个年轻人的那种取得资讯的习惯 所以不同的取得资讯习惯 会完全不一样 年轻人他接受的讯息 跟电视媒体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截然不同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是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少看电视了 因为电视就是很多东西实在是 比较有那种意识形态 或者是背后有一些金主 所以他讲的话 讲出来的就是会被操弄 跟YouTuber比较不一样 YouTuber他没有负担 所以他讲出来就是最直白的 OK 比如像什么馆长 像馆长我不是很喜欢他 动作就骂脏话 这个小孩子也不适合看 所以我知道小孩子都不要看馆长 虽然我知道小孩子都喜欢看他的 他只要骂脏话 大家就觉得好嗨 我不知道嗨什么 可能越是被禁忌的 大家越觉得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可以卖弄的点 不过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主要就是 再来就是什么 焦点新闻 如果说我今天扯到那边去 假设说我要把什么呢 把那个YouTube上面的新闻 那你会发现 不是YouTube 是Yahoo Yahoo上面的新闻 把它抓下来 包含就是从焦点新闻 一直到影音新闻有这么多 如果我今天一样 我希望抓取这上面的标题 跟他的连结的话 我该怎么做 那其实到底差不多 一 你可以按右键 去检查一下 这个连结里面的关键地方 特别注意哦 他的关键地方的话 你会发现他是一个span 特别注意哦 这个span也是HTML 他有点像一个框框 一个文字方块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呢 我要的是这个span里面的test 但问题是这个span里面 他没有HREF 没有超连结 所以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span的外面一层 他往上一层 这边就有个A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不抓这个span 但是我抓外面的A 那A里面就有HREF 再抓到这个里面的这个test 我就有办法把它全部抓下来 所以哦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一个效果 类似像我刚刚讲的哦 然后我这边有个做好的 然后把它run一下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 所有的连结都出来了 有没有 第一个就打破 蓝绿 锅 锅应该就锅某某 OK 然后钞票是没有颜色的 有吧 有啊 颜色很鲜艳吧 各式都有 怎么会没颜色 他有色盲吧 OK 所以我说有钱人看到的就是不一样 我们是穷人 所以穷人看到的 跟有钱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OK 好 不重要 主要就是说 我们希望把那个标题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第一个标题 就是刚刚这一则新闻 那最后一则新闻就是什么 单吃鱼油不够 有没有这个 然后我们往下找 应该就找 空姐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他update 有没有 所以他一直更新 那如果说他更新的 我抓的时间不对 那是不是就会在 他会看到结果不一样 OK 所以其实 这边的话 如果说我要把这些资料抓下来 该怎么做 其实程式也不多 大概呢 就是跟上个礼拜讲的大同小异 首先第一个一定要input for request 然后呢 再是from bs for 去 这个是套件 去input他的 所谓的module 他有个module叫做beautiful ship 然后透过什么呢 一样抓下他 这个get回来的东西是他的原始码 所以从原始码里面爬出他的什么呢 他的这个关键 A里面的这个 叫storytitle 这个A的话我前面讲过了 你可以怎么样 就是这边 最后一个 在这里 空姐 那可能他会update 那我们如果要抓的话 一按右键检查一下 那我如果span他里面没有href 那我可以往上一层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跟之前不太一样 一样找到A A里面有href 但是呢底下有没有一个class class在这里 那特别注意 class里面 他中间如果加空白的话 表示他不止一个class 那我们将来要放在class里面 你不能把整串放进去 因为他只支援找其中一个 所以你特别注意 要不我就直接找哪一个呢 找找这一个storytitle 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 其实你可以把一个一个 就假设了 我们用那个d-b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class 这个abuc这个也是一个 那我我习惯上去好 我先把这个Ctrl-C 然后再Ctrl-F Ctrl-F贴上之后 你会发现 如果我要找这个class 他有370个 显然没那么多 也就是这个网页里面 他那个叫这个的class 哇有300多个 意思是可以推 如果我找什么storytitle的话 理论上应该这个会少一点 有时候你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其他的 这个连结里面有没有共通性 你会发现这边找到37个 显然是比较接近 不过有一些东西上面 这是开头的 这个这个没有 理论上应该前面 哪一个 第一个在这里 这个不对 再往下 这个第二个 从第二个开始找 那就找到我们要的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这个Yahoo的那个新闻 网页稍微再看一下里面的 他的那个关键的那个连结 待会的话 一样就是利用什么 想一想看 利用之前我们讲过的方法 比如说那个YouTube里面的连结 那我们这个地方比较不一样 是我找他的上一层 上一层里面才会有那个HREF 那可是问题 我要再找到他下一层的span 那这部分该怎么做